郭哥 干嘛了大喊 给工钱 人接到吗 到公司那里 给工钱 那不说好的吗 帮你接人呢 给工钱呢 打开锁锁吗 200 哦 200块钱而已啊 那不是200是多少 你开玩笑 我都不让你接钱就好了 还200块钱 是多少 你说人家凌晨12点钟到 结果他说飞机晚点了 熬到早上7点多才到了 我再可以等了差不多有9个90 那么久 那肯定啊 那怎么这个时候筛回来 来 请给我 请给我 请给我先 拿进去来 我跟你算一下 那还怎么算 你这不200块全部就完了 怎么算 嗯 我都说了除了工费以外 其他产生的费用 你要付 不然的话 我倒贴给你 帮你接拿来倒贴给你啊 就很难 我跟你讲 除了工费以外 还有其他费用 你要付 我一条条给你算一下 哎 怎么 整出那么多费用啊 给你算就知道了嘛 可以 我跟你算一下 我的工费200 还有 你那个车都没油 你还叫我开 你故意的是吗 我明明将满油啊 怎么没油 有个屁没有的 那个油都没有的 我为了安全 加了150的油 还有高速度费 一百二十五 我停了九个小时在那里 等了九个小时在那里 我又怕没有 我又不敢拍空调 我还说我又怕门 每个人只在哪一个晚上 停着费 也是一百三十五 就四个费用 你给我报 那么多啊 多啊 我都不要你 那些 好业费那些 我不算你的咯 那么多 我给你算一下 哎 总有 几位按计算机的 回零一下 四个啊 微微微零 哎呀 嗯 二十 两百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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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接个人 那六百多块钱 那不然呢 哇 你这怎么搞的 怎么搞是那么多费用出来 有鱼有据啊 工费两百是固定的 我不加你的咯 那油费一百五十块钱 哎 过路费一百二十五 机场停车费一百三十五 你要有良心的话 你再补贴的一百块钱 五倍文子的 那个新补费 哎 哎 我哥哥 怎么要这么多钱 给我两百块钱就搞定了 高速费不准高速 加油 你肯定他昨天跑着 你有加满的 我看着你加满的 然后跑没了 再加一百五 九个小时 一百三十五 几点过去 有呢 有换到哪去了 哪我看了 他说的有道理呀 有什么道理 那你都说跪客了 那我可能要提前去的 他说是 十二点钟 哎 那个落地的飞机 结果呢 我就提前两个小时去的 结果呢 等到 早上七点钟 一共等了九个小时 他说十二天起飞 十二天起飞 就早上三四点到 哎 哎呀 哪里有那么多 六百一十块钱 没有那么多 拿不给那时候你就通药了 我跟你说了 我哭你要命 拿我钥匙给我 给钱给我钱 给什么钱 把你今天产生的费用 还有我的工费啊 哪里用到六百一十块钱啊 一个大老板 六百一十块钱 把你结费就很便宜了 你打车的时候肯定不止这一点 打车回来 哪里要的有多少 从那里到我们这里 也就是二十来公里 最多也要过五十块钱 那党事能一样呢 我还可以哪个台上里 观影我们的 笔种 哎 还搞出这么多事情出来 我买了个笔啊 找你小卖部接 借那个纸皮啊 写那些字啊 我的笔我都没跟你算 三分五块的 我就跟你算了 你走吧你走 哪里要是给我 什么意思 哪里要是给我啊 那我这些我不要了 拿过来拿过来 我帮你结个人 还浪费我那么多洪水哦 你搞笑哦 问题是没有那么多哦 人家大方的老板都结 甩一千块钱过来的 零头不早了 很重要的 嗯 你该干嘛干嘛 我 不给我 那我就 这个数字费 我就慢慢来抵了 把车回钱都给你了 要抵住数费啊 那肯定的啊 那你不给我 那我就 中间开始五不九收收费了 先等一下啊 等两下也一样 费用不会变的 哥哥 他这个高速费 收你多少钱啊 一百三十五啊 如果走高速是二十一公里 他给你帮我多少公里 我哪里知道 一百三十公里 能四十五多公里了 正常高速费是五毛钱一公里啊 能四十公里了 二十一公里 他现在能四十三公里了 哎 堵车 导航要到的很正常啊 你导航距离是三十公里 但有时候他堵车 其他人的铁上呢 走到要走 公路路要 要去的 多数呢 十公里不正常吗 现在机场那里 哪里要到一百二十五 这个高速费呢 还加了一百五多的油 还有那个停车费 一百三十五 不就是我不知道你 这个车停到哪里去的 机场停销费啊 有意见找机场啊 对了 我建议拿发票 你没拿 这这这几百块钱 你已经拿发票 你要买什么东西啊 要有发票 那有发票才有 重机才能报啊 不然怎么报嘛 那你找出啊 我现在搞我要发票 我搞秀是你咯 那什么东西呢 这样有发票才能报销的啊 那你没有发票那 我要怎么报给你 我只能给那个工资给你呢 两百块 哦 结果有也要发票 停的时候也要发票 那肯定要发票了 打开错过吗 我那我一分我都不要了 你打开错过吗 我不要了 你说的不要啊 你出社费啊 哪里有 六百来会钱的啊 六百来会钱还少咯 哦呦 你去那里打扯看下 没有个八百块钱 你会打你哦 那先给一百 一百就一百升级的 几注费 我才会减一天 二三的六六百 这个月的注费我不交了 哪里 你还有一百块钱的工资 你打开错过吗 我不要了 我给车要去给你 我不要了 这个月注费我不交就是了 我不能不交的 那肯定不交啊 哪里哪里 哪里有缘是这样的 不接他缘 这个都搞了一千块钱了 我都不知道他情侦费咋这么贵 前半夜一夜是十块钱 后半夜是五块钱 不是小胖你那么大的意见 那你就拿给车给你再开去听个 九不九十回来 看是不是这个费用 我跟你讲 我要给小胖去两百块钱都搞定了 给你去还整我 跟六百来块钱 两百块钱是搞定啊 带你做地铁的肯定能搞定啊 五块钱地铁就到交亂赶了 哪里有你这样的哦 也是帮你半自行 去带你挑骨头 不想给就说 不是不想给 要有 扒票过来才能报 那扒票我也会 就你开度啊 我老实我才 也实话实说 用多少就跟你说多少啊 实修实报啊 我难过 搞得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哪里知道你这种是不是真的是 用到那么多还是假的啊 那我反正又有扒票了 啊 啊 今天干活吗 没有啊 没干啊 没干嘛租数费交了 他查了 没有啊 他交交租数费啊 不上班肯定交了 你说叫公子这种 给他打分要打多少呢 满分四十分你打多少分 他结个人搞了六百来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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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喽 问你我啊 不知道啊 哎 他就能找一种影响兄弟之间情感的问题的分 那肯定要给你打分啊 那家 就是住在一起的兄弟应该搞一些有团结有利团结 对吧 有助于发财的问题的分 不要老子分那些 小胖 嗯 你觉得满分是十分的打多少分 六分 六分 六分就我的格咯 差不多吧 小胖 小胖对你还是蛮好的 给你打六分 他对我好不好 我不跟你说 我自己知道 嗯 我就不听你的打的了 老子也等过你接 阿诚都不给你打分 我不记阿诚那个心理暗示也给你打个零分 阿诚不想跟你讲过 哪里有这样的 接费钱 百分六百多块钱 那么 嗯 要打游戏啊 嗯 慢慢打了 然后这种给他满分 要打多少分 阿诚 嗯 满分十分要打多少 给他一半分 那五分也不行啊 打开收工了 我不要 我要给数字费 六百多块钱 这个月我不交了 别想拿两百多块钱 我帮你接人活了六百多块钱 拿两百多块钱 就搞定了 那我给你的事情 我咋知道 我都不可以去接了 我给小邦去接还好一点 那你 就他再接一次啊 有人来人再接一次试一下 以后 有事情哪里敢叫你去办呢 不叫我办 就我就不办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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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